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最近不是在进行奥运比赛吗? 那大家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看到五个圈圈圈在一起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这个奥运五环的历史哦! 那就让我们来听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我们说的奥运 大概三千年前,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开始举行咯 可是,大概到了一千六百年前 古罗马的皇帝禁止举办,之后就停止了 一直到西元1896年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 法国的古伯坦先生的努力下 那才又办了第一届的奥运哦! 我们在电视上都会看到五个圈圈 这个就是奥运五环 那也就是奥运的会灰 是五个互相扣在一起的圈圈 那五环的颜色呢 从左边到右边 依序是蓝色、黄色、黑色、绿色、红色 而底色呢,是白色 奥运五环呢,就是古坦伯先生 在1913年设计的 因为啊,他可以用五个颜色 盖瓜各个会员国国旗的颜色 而就这样选定咯 到了1920年 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第七届奥运会 首次采用了国际奥委会的会旗 也就是奥运五环旗 所以一直到这次2020 东京奥运第32届奥运会 都可以看到五环哦! 那再补充一个小知识 1920年啊,他不止第一次使用五环旗 开幕典礼上的运动员宣誓仪式 还有闭幕典礼上的会旗移交仪式 也是从这一届开始的哦! 到了1979年 对于五环呢,我们给他了更多的内涵 国际奥委会出版的奥林匹克评论中指出 五环啊,其实也是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 那五大洲是哪五大洲啊? 就是欧洲 那全世界的运动员呢? 用很公正,很坦率的比赛 和友好的精神 在奥运会上面相见 那,哎呦叔叔问问大家 刚刚有说到五环的颜色 有五个颜色 是蓝、黄、黑、绿、红 那这五个颜色各式代表哪一洲呢? 其实答案是没有特定哦 虽然五环的五个颜色代表五大洲 可是没有绝对哪一个洲就是哪一个颜色哦 好 五环的历史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你有学到这个小知识 如果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看到了这个五环的图案 就是代表奥运会哦 好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我认为你喜欢这个小知识 我认为这个小知识 有什么小知识 是什么小知识 你 Going to 你在什么小知识 你会是有小知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